大家好我是你妈妈喵哥 我这个endvc设备呢 我是把它这个注销完了啊 注销完了之后 我现在呢就要把这个设备把它拆下来 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可能都遇到的情况啊 就是这个贴的时候很容易 一贴就贴上去了 或者是这个银行工作人员把你贴了 但是拆的时候就觉得很麻烦 尤其是现在这个不干净啊 粘的也很严实 如果你是贴在玻璃上还好一点 稍微这个半点忙 还能把它这个拆下来 你要是贴在贴膜上面的 那么拆起来呢 一会儿损坏贴膜 那就会更麻烦点 所以呢现在喵哥呢就给大家这个现场演示一下 看如何小心翼翼的把这个设备拆下来 尤其是不能损坏这个贴膜 我是把我的endvc已经注销了 注销了之后 我现在要把这个设备把它拆下来啊 说实话这个设备 我幸好当时这个贴的时候呢 没有贴的这个有贴膜的地方 如果贴的有贴膜的地方的话 这个设备拆下来 可能把这个贴膜一块给一块给弄下来 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啊 就是这个 因为当时办的时候没有经验嘛 银行工作人员 给你把这个粘得严严实实的 我现在呢就是要把它这个给弄下来 但是弄下来的话 其实这个胶 你看我现在强行掰 如果是在挡红玻璃上还好 确实可以这个呃 强行掰下来 但是一定注意轻一点啊 千万别把这个挡红玻璃这个地方这个掰出问题了 这个强行掰的话会有很多胶粘在上面啊 所以我现在呢我去这个弄一个这个呃 不干胶 不干胶出胶剂来试一下 用不干胶出胶剂 喷一下喷一下 从这缝隙里面喷进去 把里面的这个把它划掉 划掉之后肯定就很容易拿下来了 好了我现在呢这个把这缝隙扔开一点点啊 我们稍微喷一点这个除胶剂进去 这下撕起来就简单多了啊 就很容易撕了 大家可以看到 整体把这个后面还藏了一点胶痕 慢点抽啊 免得它这个胶藏在上面了 喷了除胶剂之后 它的这个上面这层胶就化掉了 融化了 融化了 所以它很容易就拿下来了 然后我现在呢 上面还藏了一点胶痕这个地方 然后再 再喷点这个 喷点除胶剂把它除掉 先让它作用一下 发生一下反应 然后基本上就一擦就擦掉了 没有掉了 好了我现在呢就把这个ETC这个设备把它拆下来啊 大家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这个防止你拆下的标志 这个东西一旦一旦拆了 它就没用了 它这个口子呢还是那种原来老式那种充电口 这个口子呢 这个没有任何电源标识 应该应该不是充电的 因为我上次用那个口子试了一下 没有充进去 不知道是不是充电的 如果有知了 朋友给我可以跟我讲一下 这个ETC设备拆下来之后呢 那大家就不要再放回车上去了啊 如果你重新申请了新的设备 这个设备也在车上的话 两个设备可能会出现这个同时干扰的情况 当然像我这个呢 这个没电了 可能这个就不会干扰 你要是这个里面啊 你拆下的设备里面还有电啊 两个设备同时放在车上的话 就会出现干扰啊 上ETC的时候 可能就直接就从口子里面进不去 因为ETC这个后面呢 就是一块不干胶粘上去的啊 所以呢我们用这个不干胶去除剂 是最好的办法 最好呢你开始呢 可以从侧面把它这个掰开那么一点点 就是让它这个稍微受一点点力 但是一定要用巧劲啊 不要用太大的力太大的力的话 可能把这个铁膜直接掰坏了 然后呢就往里面喷一点点不干胶去除剂 然后喷完之后呢 等一下过一会让它这个稍微作用一下 你再稍微再用点力 你会发现啊 比开始的这个口子能够掰的更大一点 所以通过这样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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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把整块这个不干胶 完整的拆下来 既不会残留在这个挡风玻璃后面啊 也不会把这个我们挡风玻璃后面的铁膜 整块的掰下来 我刚才把我这个拆下来之后 我发现这个 这边后面有个有效期啊 我这是2017年7月的 然后它有5年的有效期 到2022年7月 实际上我还没到2021年7月 也就是2021年都撑不到 就啊 彻底就没电了 如果没什么特殊的原因啊 大家这个一定不要去拆这个设备啊 因为这个设备在装的时候呢 绝大多数朋友这个地方 它都是没有这个提前把它弄下去的 所以它一双面脚一扎上去之后 它这个小开关它就被挤下去了 如果说你把它一拆下来 这个小开关 它就肯定会弹上来 弹上来之后 这个ETT设备它就激活失效了 所以大家没事 尽量不要去动这个地方啊 当然了 你装的时候 如果自己装的话 也可以这个提前想办法 就是把这个开关 先把它提前固定住 固定住的话就 它不会弹上来 影响这个后续的激活的问题 好了 相信通过喵哥刚才的演示啊 大家都知道了啊 我们如何这个 可以小心翼翼的 把这个设备拆下来 既不用担心这个损坏你的贴膜 又不用担心这个胶 残留在这个玻璃上面 觉得很难看 如果大家觉得喵哥讲的还实在 对你帮助 给喵哥点个赞 可以关注好不好 谢谢大家